一架直升机降落在武汉新华体育场 从机上搬下来一箱又一箱物资 总计2.4万个口罩和800多套防护服 大陆微博上盛传 这是南京一名不具名的富商包下的直升机 就是为了用最快速直接的方式 将医疗物资运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上 哪里给你们送的 这个是私人的 他们是私人关系都送的 中国这个空中的这个渠道 这应该是很特别的这种例子 不管是谁送的 网友纷纷大赞 这个捐赠者实在太威了 武汉各个重点医院纷纷传出医疗物资告急 平常运送网购的各大物流平台也开启特别通道 只要是运送医疗物资到武汉都专案处理 还免运费 协和医院的货已经完全送到了 呃 医院方已签收 而在世界各地的大陆代购和买手也纷纷出动 从各地药妆店和相关渠道抢购口罩等物资送往武汉 还有自愿运送物资的驾驶 用手机记录下来 自己和每个志工不眠不休的努力付出 刚刚接到任务 治疗武汉心肺炎的一台设备叫Ecno 到武汉了 我现在立马过去提供 为了深远武汉 还有人在学地里 画下为武汉加油的暖心创作 各地也都看得到 民众为武汉打气的温馨文字 给在肺炎笼罩下的武汉 寒冬中送暖 而计划 使用手动作 确计划